就算戴上帽子 还是藏不住霸气外露 他就是天道蒙的精神领袖 梧桐坛 大哥伴七十岁的寿宴 两旁的小弟早就准备好 列队迎接 好久不见的艺人杨帆 在台上宰歌宰舞 梧桐坛寿宴不止场地 选在排场十足的五星级饭店 还有不少演艺圈人士 都来参加 人称欢解的知名经纪人 邱梨宽拿着酒杯来敬酒 演员李罗也是座上嘉宾 在众人处勇下 梧桐坛上台且坦高 身为天道蒙精神领袖的他 因为训练出太阳特工队 被人称作杀手导师 仔细看刻在他旁边的 就是天道蒙的三根梁柱 中间的是天道蒙主铁坝 阵营副 右边的是太阳会总会长黄俊杰 另外一边的是太阳会的副总会长 猫董周文成 就连国外黑道香港14K帮 也派人来参加 知名的主播主连千亿也在这儿 还有粉丝看到他赶快来拍照 这场寿宴洗开30桌 一桌药价3万5到4万 保守估计至少花了上百万来庆生 黑道大动作庆生 警察也不敢戴卖派人收正 只是大哥的寿宴谁敢捣乱 也因为这场寿宴 让梧桐盘的庐山正面目 首度在镜头前曝光 现在新闻许志诚、高姚雅 台北报道